明朝万历20年7月 日本实际统治者 官白封臣秀吉 企图从朝鲜窃盗 实现自身征伐明朝的野心 先行派遣十余万军队 进攻朝鲜 历经百年战乱洗礼的日军 进入成平已久的朝鲜后 势如披竹 迅速占领了朝鲜大半国土 朝鲜三清先后沦陷 朝鲜国王李延都不止 朝鲜国德部从平壤出逃 逃亡与大明交界的一周 出于多方面考虑 朝鲜一方迟迟不请援 明朝也没有主动支援朝鲜的意愿 直到辽东形势紧急情报不断传来 在兵部尚书实行力争之下 明朝万历皇帝才决定 以辽东进兵进入朝鲜 意在一安朝鲜之心 二设日本之进 可由于所谴部队数量较少 而且将领祖承训轻敌冒进 最终在平壤与日军交战失利 败兵退回辽东 经此一半 明朝廷认识到了朝鲜的严峻形势 最终决定组织更大规模的军队 全面援救朝鲜 组成训之后 明朝廷会任命谁作为支援朝鲜的主帅 明军再度出击 与日军对决的结果又会如何 万历二十年八月 明朝以主战派大臣宋英昌为兵部右侍郎 经略济 辽 宝定 山东等处防海御窝军务 而在武将的选择上 朝野上下均认为李如松是最合适的人选 李如松自子茂 出身将门 其父李成良起自韩威以军功起家 逐步成为方面重臣 曾任辽东总兵官近二十年 屡次击败蒙古女珍珠部落 威震东北战功卓著 被誉为有名一代 边帅武功之胜 二百年来未有也的名将 家风使然 李如松的兄弟李如柏 李如梅也都走上了军旅的道路 不过变官李氏子弟 还是李如松最有威名 李如松很早就投身军旅 且借着复音平步青云 历任山西宣服等地总兵官 但为避免父子同时出任 边疆重镇将帅的才贤 先后几次被调回京城任职 他身份显贵 有能力脾气也大 常与同僚甚至上官起争执 以至于在官员考评时遭到弹劾 但万历皇帝对他非常喜爱 多家庇护他才得以安然无恙 万历二十年二月 宁夏镇原副总兵达达仁八败父子 与蒙古核桃部落勾结 发动叛乱 接连攻陷陕西多地声势浩大 致使全闪震动 明朝廷调及各方面军队评判 此前李成良因被举报 杀梁冒功 已经从辽东总兵官的职位上卸任 有大臣提议重新启用李成良 但被朝廷拒绝 转而调任李如松 出任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 都领各路兵马 李如松数次击败八败叛军 并最终亲自率军攻克八败的大本营 宁夏城立下大功 被封为侯爵 也被视为足以接替李成良的将星 能力过硬 加之援旧朝鲜必定要调动辽东的军队 鉴于李如松家族在辽东镇守多年 素有威望 综合各方面考虑 明朝廷最终敲定 任命李如松主持救援朝鲜的军事行动 万历二十年九月十八日 宁夏八败叛乱基本平定 李如松马不停蹄 受召立刻赶往北京 在兵部尚书十星的主张下 十月李如松便以天下大总兵的头衔 火速上任 提督济 辽 宝定 山东等处 防害御窝军务 十二月 明朝廷动员军队四万八千五百人 由李如松统领跨过鸭鲁江 进入朝鲜地界 这只兵马来源庞杂 中军以纪辽本地军队为主 另有宣府 大同 山西 山东 浙江 昌平 陕西等客军 不一而足 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从安排到落实只用了三个月不到 一方面可见明朝廷对此战的重视 另一方面也看得出朝鲜的局势实在已经到了极为恶劣的地步 朝鲜方面对李如松的到来寄予厚望 负责接待的朝鲜官员向国王李延大大夸耀了李如松一番 李如松本人对于领兵元朝玉窝也是志在全功 在与朝鲜接班时柳成龙的会面中 李如松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的壮志 提兵星夜 道江甘 未说三寒 国未安 民主日旋 京节报 微沉夜市 酒悲欢 春来杀气 心油壮 此去腰分 古以寒 叹笑感言 非胜算 梦中长意 跨征安 此外 李如松对朝鲜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李如松曾屡次向朝鲜陪陈倾诉了自己先祖与朝鲜的渊源 自称祖上原本是朝鲜人 因为犯罪逃到大明 那时候随身携带的功还当作信物传了下来 有这层特殊关系在 李如松对收复朝鲜权劲的决心自然更加坚定 为了配合民军 朝鲜同样动员了大量的兵马保家卫图 总数约有17万2400 但是其中除了李顺臣所部水军 及部分北方边军有着较强战斗力 其余多维义兵 僧兵等乌合之众 分散在各地各自为战 连同领军将领 大多都是屡战屡败的半屌子 或者缺乏军事经验的文官 而且由于之前的一系列失败 军心士气非常低落 所以李如松对日军展开进攻能依赖的 只有自己麾下的明军 明军立兵莫麻 准备给予朝鲜的日军雷霆一击 那么作为对手的日军又是什么情况呢 最先出击的辽东明军 在第一次平壤之战势力后 大股部队收缩回辽东待命 然而后续仍有小股部队 在朝鲜经济到丰德郡等地 与日军零星交战 日军小西行长第一军团驻防平壤 另有部分兵马 在第二军团长加藤清正的带领下 渡过窦满江 进攻与朝鲜交界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各部落 本意是想开辟经建州女真转攻明朝的道路 可是经过几场战斗后 颇有损失 进展十分缓慢 于是退回了朝鲜 闲境道 日军虽然在平壤取得了首场交锋的胜利 但对明军的战斗力印象深刻 在平壤击退祖成逊明军的小西行长派遣弟弟回到日本 当面向封臣秀吉陈诉 认为侵犯明朝是不可能的 加藤清正表达了相似的意见 石田三成 曾田长盛 大股吉记等后勤官员 也写信给封臣秀吉 指出假道罚明的不现实 但是封臣秀吉心意已决 全然听不尽这些建议罢了 封臣秀吉不答应退兵 朝鲜方面的日军将领们只能继续商讨下一步的战略 同年8月也就是李如松从宁夏去往北京的一个月前 日军将领在朝鲜王金开会 结合明军已经决定军事干预的事实 对明军卷土重来感到深深的担忧 纷纷提出放弃已经占领的北方地区统一后撤战线 退守朝鲜半岛南部最沿海地带的釜山浦 也就是日军最初登陆朝鲜的地方 当然由于这一方案太过保守胆怯 日本朝野最后未能达成一致被否决了 尽管退往釜山浦的方案作罢 但是到了李如松率军大举进入朝鲜的年底 日军将领又集中在一起开会 讨论和明朝议和的具体事宜 此举正中明朝下怀 原来第一次平壤城之战结束后 当时宁夏八败叛乱尚未完全平定 对李如松的安排也还没就绪 与宋英昌一样 力主对日作战的兵部上舒适心 为了避免明军两线作战 暗中招募了曾经经商 自称通晓窝市的市井无赖沈维庆 败为神机三营游击将军 出使朝鲜与日本谈判 意在给明军的军事行动 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沈维靖9月抵达朝鲜 与小西行长来去周旋 利用日军对明军情况不明的条件 巧舌如簧 先和日军达成了停战50日的短期协议 磨道11月 沈维靖再度前往位于平壤的日军军营 要求日方从朝鲜领土撤兵 归还被俘的朝鲜官员 小西行长以无法擅自决定为由 拒绝了沈维靖的要求 虽然如此 但双方反复交涉期间 李如松的明军早已准备完毕 值得一提的是 李如松率军进入朝鲜前 建州魏女真族部落首领 努尔哈赤 曾向明朝表示 愿意出兵 争杀倭奴 报效皇朝 但经过朝鲜国王李延 与大臣讨论后 认为努尔哈赤可能是想 趁机壮大自己 甚至侵害朝鲜 因此加以拒绝 12月 李如松正式进军 但当时明军面临着 比较严重的后勤问题 明军千里转进朝鲜 全靠辽东运输粮草不限时 路上消耗既大 还可能面临着 被日军袭扰的风险 所以 最佳方式莫过于 在朝鲜当地搜集粮草 这也是历来 克兵的传统补给方式 就算明朝境内各省之间 互相支援 也是如此 可是朝鲜方面 却告诉明军必须要自带粮食 因为朝鲜的农业在大规模的战火下 基本上全面崩溃了 咬紧牙关 俯库所藏也只够支撑明军 勘勘一个月的用度 最好的方式 莫过于明军携带银两 然后在朝鲜采购粮草 如此情况 明军显然不会满意 但也无法要求流亡的朝鲜军臣 做更多的协助 不过 要是能攻下平壤 则通往朝鲜中南部的通道被打开 就可以在朝鲜产粮丰富的 中青道与全罗道等地补充激仰 无论从帮助朝鲜国恢复设计 还是支撑己方对日作战 攻取平壤 都是明军在战略上的必经之路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 四万四千明军 在主帅李如松的带领下进攻平壤 一个月前 沈维靖曾与小西行长约定 以大同江为结合谈 因此小西行长的防备颇为松懈 直到明军兵临城下 才幡然醒悟 紧急布置防务 此时 平壤城中的日本守军为 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大部 经过几个月的战斗 小西行长的兵力 仍然有近一万五千人 只是因为与第二军团长 加藤清正存在私院 所以暂时得不到驻扎 咸靖道的加藤清正的有效支援 这也是李如松 利用局部兵力优势 攻克平壤最有利的机会 初六日浮晓 明军抵达平壤 分兵迅速将城池围住 明军兵多 日军采取首饰 依托城池与攻势敌遇 游基将军 吴维忠率领步兵当先 援任副总兵 扎大寿率领骑兵鞠后 攻击平壤北部要在 牡丹丰 中军杨元 右携都督张世爵 领兵进攻城西七星门 左携都督李如柏 参将李方春领兵进攻城西普通门 参将洛尚志与朝鲜将领兵使 李爱 防御使金英锐 以及副总兵祖成逊 率领明军 乔庄维朝鲜军 麻壁日军 立功城南 寒求门 主帅李如松则在后督镇 明军遵循三缺一的作战原则 主力进攻平壤南西北三个方向 东面给日军流出退兵路线 据观战的朝鲜人后来记载 明军部队临刺至笔 层层递进 战马奔驰带起杂尘 如白雾弥漫天空 出生的日头照射在明军的盔甲上 灵光灿烂炫耀夺目 日军则躲在攻势之后 大张五色骑士聚集长枪长刀 锋刃齐齐对外 严阵一带 明军中多北方部队 比如辽东军和宣大军 军长期与蒙古女真等部落交战 以短刀为主战兵器 擅长骑兵冲击作战 李如松亲自带着500精锐骑兵 冲到城下指挥将士作战 过不多时 先是号炮一声巨响 紧接着各个阵列火炮齐发 响如雷阵 一时间山越阵摇 更乱放火箭 烟雾火焰 弥漫树里 咫尺不分 乱阵之中 只听到山呼海啸的呐喊 夹在炮响间 如万风轰闹 明军这兵 及山东兵则火气凶猛 装备着大量轻型火炮 虎吨炮 佛朗机炮 与重型火炮 大将军炮 灭鲁炮等 令辅以带有大型支架的重型鸟枪 和明军的火炮 大型鸟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日军在火气方面 比明军差了很多 具体而言 在轻火气方面 日军和明军相差不大 日军的火神枪 还超过明军的鸟冲 但在重火气方面 日军可就占据下风了 明军手里的虎吨炮 大将军炮和大型鸟枪 日军压根儿没有 明军炮击日军的时候 日军只能躲在攻势里 躲避明军的炮弹轰炸 即便日军的铸成水平颇高 但明军的火炮 依然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过了不久 战场上刮起西风 卷动浓烈的硝烟灌进城中 火烈风急 当先点燃了城头 而后火势蔓延开来 守城日军望风披靡 李如松骑着战马来回之城 鼓舞大军 日军咬牙坚持 埋伏在攻势中 铁炮骑射千万如雨 又倒下滚水 推下大石头 阻碍明军攻城 明军稍稍退却 李如松手刃一名后退的明军 平身直前 大呼诸如先登城者 赏银五十两等言语 再三激励 明军士气大振 重新进击 吴维忠胸前重弹 依然奋战不休 落上至亲茂史时 手持长脊 背负马牌 攀登 寒求门城 日军投掷巨石 撞上了他的脚 他也不管不顾 继续向前 明军鼓噪 追随着将领冲击城池 日军侵害 不能提挡 浙江兵先登上城头 拔下日军旗帜 改叉明军大旗 另一边 李如松和张世爵等将士 猛攻七星门 日军死守门楼 仓促难以攻克 李如松审时夺势 命令大炮轰击 两枚铁丸击中门楼 将门楼撞碎烧尽 李如松趁机整军冲进 诸军乘胜征前 骑步云集 四面围砍日军 日军势力大举 明军再接再立 烧杀奋机 城池上下 腥臭 交位笼罩 小西行长 见势不妙 往城内攻势退却 李如松调击兵马 堆积柴草 在攻势周围 火攻不绝 然而日军十分顽强 敌死阻拦 漫天 剑鱼铁丸 李如松仰攻不力 部下多有损失 战马也受重伤 此时已经是下午 虽说寒球门 普通门 七星门 武丹峰等日军阵地 已经被先后攻克 但退守城中的日军 富裕顽抗 依然难以全歼 李如松经过考量后决定 先暂停攻势 收拢兵力 围影之半 暗中派遣扎大兽等 埋伏在城外 果然 城内的小西行长 看到明军退兵 认为是突围的好时机 立马从东南方向突破 渡过大同江 向汉城方向退却 郑重明军扶兵 再次施力 小西行长领残兵盾去 李如松从而拿下了平壤 此战 日军死伤逃散者 多达万人 明军战死 796人 受伤 1492人 李如松凭此一战 威名 远波三国 平壤攻城战中 作为一军统帅的李如松 不仅制定攻城计划 而且亲临战场指挥 鼓舞士忌 战马被击倒 仍然不退 正是在他的激励下 明军将士们三军用命 一举攻破平壤城 赢得了入朝以来的最大胜利 补给供应 也暂时得到保证 也给了朝鲜官民极大的振奋 然而 第二次平壤之战击败的 仅仅是 位居最前线的日军第一军团 朝鲜的国土上 仍然有着 数以十万计的各路日军 绝对兵力 是明军数倍的日军 定然不会因此败 坐以待毙 而小西行长 也并非日军中 最能争贯战之辈 那么攻克平壤后的李如松 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是怎样的 他又将遭遇怎样的强敌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